每一天,太阳都从东边升起,几万年从没迟到过 于是我们坚信,明天它也一定会升起 这就是人类最最最常用的思考方式 因为过去一直这样,所以未来也会这样 科学家叫它归纳法 但250年前,一个叫大卫修摩的苏格兰人 只问了两个小问题,就把全人类的信心打得粉碎 第一个问题,你凭什么确定过去一直这样就能推出未来也这样 你说太阳升起了十万次,可这十万次再多也只是过去 你怎么知道第十万零一次不会突然罢工 第二个问题更狠,你相信太阳明天会升起 唯一的理由就是过去一直这样 但过去一直这样,所以未来也这样这条规则本身 你又是用什么证明的呢 难道也是因为过去这条规则一直管用 那你陷进了一个死循环 用归纳法去证明归纳法 修摩微笑着说 其实没有任何逻辑能保证明天太阳一定升起 我们所以为的必然只是习惯 就像一只每天被喂食的火鸡 感恩节前一天还在想人类真好 第二天脖子就被割了 所以严格来说,你现在敢闭眼睡觉的唯一理由 不是逻辑,不是科学 只是赌性够大 赌宇宙明天不会突然改规则 修摩用两百多年前的两句话 把人类最坚固的信念变成了一个永远填不上的窟窿 明天太阳会不会升起 没人能证明 我们只是假装能 晚安 希望你赌赢了